哈喽,我是Kai 今天要来分享胜利女神尼基游戏开服的三个时装 在尼基这里呢 右上方的图件除了可以查看所有角色 这边呢也是有时装 让我们知道现在哪一个角色是有的 迪塞尔的黑色加热 我想这一个呢是最多人发现到的 除了力会也可以看到它战斗时的模样 然后SD模型 获取途径就是主页面右上方的 Mission Pass Season 1第一季 客金购买的话除了时装 也能拿到25张普通招募券 还有50个这个金色筑膜 看了一下价钱 我这里是显示热源的 要买的话是不算便宜了 虽然说也有送额外的奖励 这种活动长达一个月左右 下个月呢预计也有另外一个角色的时装了吧 第二个 尼恩的闪亮子弹 这两个都算是同一个系列 它上面有写美好日子 有点像是上班族的外观 除了褐色也是有黑色的搭配 跟迪塞尔那个有相似 尼恩的时装同样是客金取得 146热源 它比较像是新手初次客金的礼包 额外也有10万新用点 对于想唯一客的人来说 买这一个是OK的 最后是拉皮的白色诺元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这一个角色也是有时装 而且是免费的 那我自己呢也是discord有朋友讲了才知道的 获取方法这边是写呢 它算是封测的特点来的 如果你想换上的话 就可以点击下方这一个佩戴啦 角色界面左上方 这边同样是可以切换时装 拉皮穿了这个反而像 鲁德米拉的手下了 顺便也来讲一讲大厅兑换角色 右上方这个装饰大厅 五个位置除了角色 我们也可以放上主线 又或者是活动的插画上去 如果你喜欢这个治安五人 这样就可以放在大厅这里看 厉害 这一个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女神移基 这个插画还要是动态的 也蛮厉害一下 我来看一下其余的是怎样 这一个我想很多人不会换吧 因为它故事太惨了 这个是第四张的如果没有错 另外两个是拉皮的 这个一开始就看到的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 那我猜呢 接下来几周可能会有新时装的出现 也许是课金取得 又或者是新活动免费拿到 不懂官方有没有这样佛心 有的话就可以免费白票的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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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